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爱阳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爱阳的一闲剧第224集 在前几期节目中啊 我和小月一起制造了僵尸猪人塔来获取金子 但是最近发现铁矿也不够用了 于是现在我们又打算造一个自动刷铁装置 这样啊 以后就不会为了铁和金子下矿洞了 原本我还打算制作一个刷钻石机的 结果 我太异想天开了 钻石这么珍贵的东西啊 还是不能够无限量产的 所以就先建造一个刷铁装置吧 建造刷铁塔需要的材料都很简单 不需要黑钥匙之类的东西 箱子里面的泥土和原石就可以 不过建造所需要的范围还是挺大的 因此啊 我准备填海造陆 在水面中间打建这个刷铁机 把这边的沙子也清理一下 让它和泥土一致 不然像我这样的强迫症啊 肯定是难受的不行 哎呀 我来了 看起来又是一个大工程啊 我来帮你了 嘿嘿 看来没有白对你好啊 都主动想来帮我干活了 你这话说的 我可一直都是勤劳的小月 哎 这条船上困住了一只僵尸孙明和一只小蜘蛛 哎 正好 建造刷铁机需要用的僵尸孙明 现在是晚上 我得给它头上大几个方块 帮它挡一下阳光 免得太阳一出来 它就被烧成一笔青烟了 呃 就用泥土随便给它遮一下 哎 这怎么还有个不知死我的逆尸来到的 哎 还掉了一个金钉 雪中送炭啊 小老弟 哟 打好了 这样应该能让它避免太阳直射了 哎 小月 你动作还挺快的嘛 都告诉过你了 我很勤劳的 那这边就交给你了 我要开始搭建主体部分了 去吧 去吧 首先我们要用石块在地上搭出一个中间空心的柱子 空的部分二乘二就可以了 高度大约六七格就行 可以更高的 但是不能太低 高度打得着球之后 我们要以这根柱子为中心 搭建一个二十乘二十的平台 注意啊 这里最好不用什么稀奇古怪的材料 石头和木头之类的普通建材就行 一点一点的向往延伸 千万记住按住潜行键 趁这个时候告诉大家一个刷铁机的原理 我们都知道 当村庄中村民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啊 就会在村庄里面自动生成铁亏垒 也就是傻蛋作 而铁亏垒在死亡之后会掉落不少的铁定 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一机制啊 生成大量的铁亏垒 以此来获得铁定 这样一说 我相信大家肯定都能理解刷铁机的原理了吧 小燕 你这是要把下面的沙子全部都要换成泥土吗 对啊对啊 你不知道强迫症是会传染的吗 好吧 那你记得顺带把那些沙子烧制成玻璃吧 OK 二十乘二十的平台打建完成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